这是一场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 数名恐怖分子直接闯入空军基地 然后迅速开枪杀死了门卫看守 紧接着他们伪装成维修工人进入内部 但就在检查时 巨大的警报声却突然响起 可下一秒一只枪管就迅速伸出 就这样在恐怖分子的突袭下 检查的士兵纷纷惨死 他们开着卡车一路狂奔 队里面拦截的士兵又是一顿秒射 在强大的火力压制下 恐怖分子很快就控制了基地 并迅速登上了一艘苏27战斗机 想对城市进行导弹突袭 情况万分紧急 军方为了打击恐怖行动 立刻就派遣了一支特种部队前去救援 但战机已经加满汽油即将起飞 眼看时间已经来不及 一名幸存的飞行员开着汽车就要阻拦 但下一秒 飞行员立刻闪躲逃过一劫 而恐怖分子驾驶的苏27也已准备完毕 马上就要脱离轨道即将起飞 为了阻拦恐怖分子 飞行员立刻跑到机场的另一边 准备驾驶另一架战机对苏27进行拦截 然而就在登机的前翼 枪名炮雨的子弹却瞬间袭来 面对强大的火力射击 飞行员只得迅速逃跑不断躲避 本以为他们已经没救 但万万没想到 希望的曙光却突然降临 恐怖分子纷纷倒地 没成想竟是特种部队及时赶来 虽然成功就吓了两人 可另一边的恐怖分子驾驶的苏27 却已经快速驶入跑道 特种部队立刻开着皮卡进行拦截 然后架起MG-3中机枪疯狂扫射 然而战机的速度实在太快 子弹根本无法将其击落 士兵绝望地发出喊叫 根本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可关键时刻 一旁的苏30战机却突然起飞开始追击 原来是飞行员为了拦截恐怖分子 不顾生命危险就冲了出去 凭借苏30更快的速度 没一会儿飞行员就成功追上 并立刻锁定了苏27准备将其击落 可崩溃的是 就当飞行员按下发射按钮后 才发现苏30战机根本没有填装导弹 没办法 飞行员只得通过子弹进行射击 然而子弹却根本无法击中 而就在这时 恐怖分子又一个眼镜射白尾 成功就绕到了苏30战机的背后 并迅速锁定发射了两枚空对空导弹 眼看导弹正在快速逼近 飞行员迅速释放干扰弹进行拦截 伴随剧烈的爆炸 一发导弹成功引爆 可另一枚导弹却依然紧追不舍 为了摆脱导弹追击 飞行员当即就做了个大胆的决定 只见他驾驶战机迅速下降 然后在即将撞墙的瞬间又立刻攀升 就这样凭借飞行员的高超技术 他们成功摆脱威胁 但与此同时 恐怖分子驾驶的苏227战机 也已经来到了城市上空 眼看恐怖分子马上就要投下导弹 苏30只得立刻追赶 并迅速飞在苏27底部试图挡下轰炸 可恐怖分子也察觉到了不对 他再次升空并立刻绕后 紧接着便扣动扳机不断能射 一瞬间 无数的子弹不断写 为了躲避恐怖分子的追击 飞行员立刻朝着沙尘道直接飞去 想通过视线混乱一次摆脱 可随着子弹的疯狂射击 苏30只得垂直上升试图逃跑 但恐怖分子驾驶的苏27也紧追起后 眼看两架战机就要相撞 可突然 没成想 由于苏27填装的导弹不多 战机竟在这时用完燃油瞬间吸火 见此情况 飞行员立刻抓准时机急速速冲 接着便快速瞄准进行射击 就这样伴随子弹的发射 恐怖分子驾驶的苏30当场爆炸 而飞行员也通过高超的技术 以及苏30战机更优越的性能 成功阻止了一场灾难的发生